不知道大家聽到素食這個詞語會想起什麼呢? 食草? 武力? 做運動是否更加不可能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以下這段片可能會改變你對素食的一些概念 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想跟大家介紹一套在Netflix看的紀錄片 它就叫做The Game Changes 它是說什麼呢? 大概是說一班素食的運動員 其實都可以在運動上有良好的表現 我看完這套紀錄片之後就覺得好像顛覆了我整個人的概念 因為我一直看的時候 我有很多的概念我都不明白 但這套紀錄片就一一解釋了我不明白的地方 我最後就覺得好像很有道理 究竟這套紀錄片是說什麼呢? 這套紀錄片是一個叫James Wilke的人 他是一個FAC聯盟的選手 他就是大MMA 他也拿過幾次世界貴軍 他現在是一個教智衛術的教練 他就是美國軍隊、警察 所以有任何需要這個技術的部隊 他也是教授這個技術的 他就已經教了15年 在他做選手的期間 他就很不幸遇到重傷 就是他兩隻腳膝頭的人都撕裂了 所以導致到他不可以再站在場裡 他就找了很多方法 他就幫助自己盡快回到彩場上 他就發現原來素食對他的recovery是非常重要的 他就找了一些例子 就證明原來素食對運動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一開始他就介紹了幾個運動員 他們是一些世界頂級的運動員 第一個就是Scott Sheehy 他就是一個極限的跑手 他就已經拿過很多次 拿過7次的冠軍 第二個就是Led Diaz 他就是MMA的選手 他就有一場普經典的賽事 就是和McGregor打 McGregor就跟他說 你是素食者是不會贏到我 類似這些說話 因為McGregor自己是一個很喜歡吃肉的人 他早餐午餐和晚餐都不斷不斷吃肉 最後在這場賽事裡 Led Diaz就是贏了McGregor 他就說到普遍美式足球隊的隊伍 在他們完成訓練之後 或者在晚上的聚餐 他們都會吃大量的肉類 他們的概念就會覺得 肉類就會給了很多鋪田他們 而鋪田就是他們能量的全員 事實上其實是不是的 事實上 其實碳水化合物才是他們能量的來源 一些素食的運動員 開始跟外界說 素食是不會影響他們的運動表現的時候 就是由奧運會開始 他們就開始 素食者的運動員 可以踏上頒獎台 或者做世界第一 證明素食運動員 運動表現是很好 在這段影片裡 他就先解釋了為什麼素食 是可以令到我們身體 有更加多的能量 如何讓我們身體 令到我們的運動表現更好 首先他就指出了 在我們眼中 其實有一個邏輯的錯誤 就是我們一定覺得 動物的蛋白 比植物的蛋白是好的 所以我們就要吃很多肉 令到我們的運動表現提升 但是他就說到 其實所有的動物蛋白 其實都是由植物而來 一些肉食性的動物 他們都是吃一些草食性的動物 那些草食性的動物就是吃草 那他們的蛋白來源 其實都是來自這些植物 吸收這些動物的蛋白 其實我們都在吸收一些植物的蛋白 但只不過是動物的身體上 做了一些轉化的功能 所以就會變成一些動物的蛋白 他就舉了一個例子 其實一份花生醬三文治的蛋白 已經等於我們去吃三隻蛋的蛋白 而另外他也說到 蛋白的質素 他就說到 不論在動物蛋白和植物蛋白 他們提供的胺基酸 其實都是一樣的 對肌肉的構造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之後他就說到 當你吃肉的時候 其實會影響我們 血管裡面的內皮細胞 他們就會令到我們血管收窄 血管就不會有那麼多血液流通 就不會有那麼多氧氣 提供給我們的肌肉 為了證明這件事 他就找了三個美式足球員 來做一個實驗 有一個就是 是一個素食者 而另外那兩個就不是素食者 第一天的時候 他就是為這三位運動員提供早餐 第一個他就給了一個牛肉的卷餅 第二個他就給了一個用黑豆造成的卷餅 第三個他就給了雞肉的卷餅 之後他們就會抽血 就會看看他們的血液分佈是怎樣 第二天他們就會三個都給一個素食的餐單 都是吃黑豆 而在結果裡面就會立刻看到 不論是吃牛肉和吃雞肉的運動員 血液的清晰度都是沒有那麼高的 證明了他的血液裡面有多脂肪 多脂肪就令到他們的血液提供給肌肉的能量 就不夠高的 而這個結果他就是說 當你一進食完 你在你的血液裡面 就會立刻知道這個表現 是直接影響你之後的運動表現 那麼他也都有一個研究去說到 當你運動之前 喝一杯甜菜汁 在你踩單車的時候 你就會多了22%的耐力 而在你Band Patch的時候 就會多了18%的力量 他就說 究竟素食對你的運動表現有什麼提升 第二部分他就說到恢復 他就是為了要盡快養好自己的傷 恢復過來 他就找了一系列的文章 究竟怎樣可以回復 他就找到原來在植物裡面 你吃這些植物的抗氧化劑是比較高的 而這些抗氧化劑是多於肉類64倍 他也找了一篇文章做了一個研究 就是在三個星期內 他就比較素食者和非素食者的康復程度 他就發現素食者是減低了22%的嚴症 比起非素食者 證明就是當你是素食者的時候 當你身體上有些關節、肌肉發炎的時候 你的嚴症好起來的速度 就會比非素食者快很多 其實他也找了一些運動員 就是由他本來不是素食者 然後變成素食者 就是阿諾舒華森麗家 他就是一個身體建造者 他就說他自己當他轉了素食之後 他就會更加覺得能量是非常之好 而且他去做這個膽固醇的測試之後 他現在69歲裡面整個生涯裡面 最低膽固醇指數的一次 除了運動表現和恢復之外 他也說到素食者是有什麼健康方面的改善 他第一件事就是說 非素食者和素食者的患癌風險 非素食者會高出很多 有很多文章也說到 那些醃製肉 例如煙肉 腸仔這些醃製肉 其實令到患癌風險是非常之高的 一個人類很需要的維他命C 也都只是可以在植物上找到 在動物是完全找不到維他命C 他也都在我們人體構造裡面 講了一些論點 究竟為什麼人應該是吃植物更多 他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消化系統比較長 所以就會讓我們容易消化一些纖維 去吸收植物裡面的維他命 他也拿到一些肉食性的物 例如獅子的消化系統去比較 他就是講獅子的消化系統 他身體的四倍 所以他們是沒有辦法 可以用長時間去應付他們的纖維 以及吸收他們之間的營養 他們也講到我們的牙齒 有很多人覺得 人類的牙齒是給食慾的 因為可能有犬齒 但他講到星星也有這個犬齒 但他們的犬齒是用來保護自己 是用來做攻擊的武器 而不是給他們食慾的 而我們的牙齒是更加適合吃植物 雖然是這樣 但我心裡有一個疑問 就是有些維他命 只是你吃肉的時候才會有 例如B12和Omega3 就是吃海鮮才會有 因為他說現在有很多肉類的生產商 例如這些農場 其實他們是大規模的生產 所以他們本身 例如在農場裡面的雞和牛 其實他們已經沒有了維他命素 而他們怎樣有這個維他命素 就是農場 亦都是給一些濕嫖民吃 可能給一些B12 給其他的濕嫖民吃 令到他們的身體有 他就講到B12這個維他命是怎樣 就是那些動物去喝河水 以及吃那些植物 那他們身體裡面就會有這些B12 因為他們不是野生的動物 所以他們都沒有這個維他命素 所以我們怎樣都一定要吃濕嫖民 才可以補充這些維他命素 那他也講到 那究竟為什麼 為什麼人們會覺得吃肉類 是這麼重要呢 就是在很久很久的廣告裡面 他已經講到 肉類是給男人吃的 你吃肉類才有力的 一些商業的廣告 快餐店、Burger店 他們會做一些Marketing的行為 而阿洛蘇華紗力加就是其中一個拍過這些廣告的人 但他現在已經變成素食者 那我看完這段影片之後就在想 究竟吃素食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呢 究竟會有什麼分別呢 所以我就決定了 我自己都去試做素食的人 我已經三個星期沒有吃過這些肉類 那我就大概覺得 我又不會說 好像他們的影片一樣 覺得我很有力量 什麼什麼什麼 但是我又不覺得身體上 有什麼非常大的分別 在這張照片裡面 就看到我的體重 是減了3公斤的 我不知道是因為我轉了素食之後 我的熱量吸收不夠 所以令到我的體重有所下降 還是因為吃完素食之後 它令到我的脂肪減少了 體重有下降 因為體重也有分兩種 所以我不可以在這裡做一個下定論 看完這段影片之後 我就不小心看到一個訪問 它就是國際劍聯訪問光文維 它就是世界重劍的一姐 它也是一個素食者 它的訪問裡面就說 它轉了素食者 就是因為它右腳的印帶撕裂了 它就是為了快點好 我相信可能它也看了一些類似的文章 以上我講的就是這段影片大概講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Latflix看這套 還有另外一套 它不是說運動員的 但是也是說素食的 就是Water Health 大家也可以看看 因為我當時是連續看完兩套 然後我就覺得素食是否真的會有這麼大的影響 我自己也試一下 所以我現在吃完之後三個星期 我又覺得沒什麼異樣 只是一開始那兩天吃飯煮飯的時候 我就覺得沒有了一些肉 好像差一點東西 但是現在其實都沒什麼所謂 因為我還可以在其他不同的方便 去吸收這個蛋白質 希望會繼續這樣保持 因為我覺得都不錯 又可以保護環境 因為我自己又不是什麼宗教原因 又沒有任何的原因 純粹覺得為了自己健康 而且又真的好像可以保護環境 那就試一下吃 我又不可以說 我這一輩子都是素食者 可能我自願過頭 一個星期之後就變回吃肉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這一刻來講 我覺得做素食者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它又不太影響到我的生活 所以繼續保持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去看 我今天講的東西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次分享的內容 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還有like我的影片 還有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次見